那第一位我们邀请到黄博振团长 黄大长哈喽你好 好你好 幸运你好 那第二我们邀请到优书振团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一开始两位先介绍你们个人的自己的一个同军资历好不好 我目前是传心同军团的主任委员 我是从创团就开始加入同军 也是因为我们一群好朋友 大家一起有相同的理念 那小孩子也刚好是可以加入同军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创办了这个团 所以是28年前 对 那那时候伯振团长也是第一批 你们都是第一批吗 对 那伯振团长你个人呢 我当年同军已经65年了 传家65年28年前创传心就对 28年前传心就是一群朋友说要成立 那我就找我我就说好我们来办 这样开始 那28年前你本来在哪里 我本来是22团 22团 那是22团 然后那个游团长是不是就帮我们介绍你们这个传心开放同军团的 28年大概的一个简历 我们传心团是一个社区开放的护士团 我们的宗旨是荣誉服务和平助人和传心 我们目前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在台大校园团集会 我们目前是有自灵团 有幼童军 幼女童军 男童军 女童军 行役 兰杰 还有罗胡 还有一个行政团 我们所谓行政呢 就是一些资深的服务员团长 他们不在第一线带团 他们就推到后面 然后做一些团的行政工作 例如三项登记 团的路团 修团的一些办理 还有团日制团活动的收集这些 所以我们也慢慢在考虑 因为这些团长都已经从 有的从职场已经退休了 他们的时间也较有弹性 所以他们也累积了很好的经验 所以我们也考虑成立长青团 让这些团长们有可以设计自己适合的活动 也是可以帮助团各项活动 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国内好像已经有长青团对不对 有 有些团已经有在运作了 对对对 有一个长青协会 长青同军协会 协会 好那28年前 你们就是选定在台大团集会吗 没有我们一开始 之前有换过 一开始是在松江 思源 思源 但是一开始我们的团员增加很快 那场地就不够利用了 所以我们移到台大这边 那开始本来找台大互援那个地方 后来团员太多了 所以搬到现在台大旁边这边 一个大广场这边 好像靠侧门那边 对对对 你们后来有跟哪一个团进行结盟吗 有跟日本的團 日本我們跟石川還有一個群馬 這兩個團 國內也有 國內跟新竹山峰 北極星22團 我們都有友好團 然後結盟都有一個正式的儀式 有 然後猶太長是不是幫我們介紹 這28年來你們大概經歷過哪一些階段 因為我知道社區團早期可能人數都 一開始都蠻多 然後後來可能又經過這個比較少 然後又怎麼樣整頓重新再開始 你們大概有經歷哪一些時期 我們創團的時候 一開始就15個小孩子 15個 所以我們在松江思源的一個小公園裡面活動 後來其實這15個小孩子 幾乎都是我們服務員的小孩 自己的小孩 然後後來就開始慢慢增加 增加到後面 大概三四年以後 我們就不服使用那個地方 我們就到台大 因為人數太多了 就是台大護園 台大護園也是太小了 又一直以 一直我們當初會選在台大是希望說 不要再 小孩子都在小學上課 都是那些圍牆啊什麼 我們都希望到一個比較 校園寬闊的地方 離開他們熟悉的環境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到台大校園活動 那後來再 過了差不多10年左右 小孩子真的是要登記 幾乎要登記兩年才能夠入團 那時候就是考慮到說服務員 你沒有服務員 我們就不敢受那麼多小孩子 因為照顧不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希望說 家長都希望能夠當我們的服務員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鼓勵服務員出去受訓 那我們團也一直不斷的辦一些訓練課程 那這幾年是因為少子化 真的是小孩子慢慢的減少 我們現在是說減少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種植不重量 我們就利用這個階段 我們一直在把植弄好這樣子 對 然後在台大辦 它有哪一些方便跟不方便的地方 台大辦 校園是很安全 因為它車子少 而且就有管制 那不方便是說 比較沒有雨天備安 對這個是我們有一個缺點 是是是 然後這個這麼多年來應該 要在台大辦團結會應該也要先知會他們 他們都知道 學校也講過 學校也同意了 傳新團有沒有哪一些 這個你們多年來一些傳統的大活動 我們每一年有四大活動固定的 就是團慶在二月份 那我們有一個傳統單三本來是在 十月二十五號 因為十月二十五後來就不是 假日了 所以我們就改到九月 九月又因為 那季節長很颱風 那個時間長颱風 我們就要改到五月的母親節 前一個禮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固定在 八月份父親節左右會辦一個親子大露營 然後睡末或我們一定有一個磁碎營火 對 固定的四大活動 然後這幾年有沒有挑戰一些環島 或登玉山 因為我知道有些友團他們都比較會讓青少年去做一些重遊 好像橫渡日月潭什麼都變成他們的一個傳統的活動 我們有跟從善二十二團他們有一個勇士營 幾乎每一年都有我們也會都跟他們一起合辦 那我們的南童軍跟行義這些也跟他們都有一個工程營 這些大部分都會有一起合辦 就讓他們自己交流 對對對 交流這樣子 我知道他那個勇士營好像也辦很多年對不對 很多年 對 幾乎每年辦 對啊 我之前有訪問過他們就二十二團他們的勇士營 對對對 那博順南少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個人這幾年這個 現在慢慢比較算幕後對不對 對 然後你現在比較注重的一個 或者是你個人比較關注的議題是在哪裡 我大部分最近都參與國際活動 幾乎每一次的亞太區會議 世界會議我都會去參與 國際交流部分 對 國際交流 那你個人為什麼特別重視國際交流 因為剛好一個機會 參與就覺得蠻熱衷的 所以在世界各國這些國際人物都跟我很熟 然後大家就交流變成朋友這樣子 那這樣你們傳英團的小朋友的外語能力 你們有沒有特別要求 沒有 我們曾經辦過一個叫做 英文的團集會 全英文就對了 對 可是效果還是很難 那個環境還是沒有辦法全英文 小孩子之間還是會用母語來交談 對 所以這是目標就對了 對 好 然後這幾年有沒有跟外團的一些交流 包括你們今年這次的石川戀盟 你們過去跟石川本來就有交流嗎 對 還有群馬縣 有沒有固定的一些護訪 石川是有啦 我們互相每年我們過去他們過來這樣子 還有 那什麼時候是暑假嗎 對 大部分都在我們暑假 我們的親子營我們大部分都會邀請他們過來 其實我們好像有一個默契就是說 今年他們來明年換我們過去這樣互相 除非說那個團有特別的大活動或慶典 我們就會特別邀請 特別去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們這個 今年參加這個世界大露營呢 也有兩個小隊吧 兩個小隊 沒有 一個團 一個分團 一個團那很多 40個 我們的少爸爸帶領 對對一個分團 對對對 所以你們怎麼看你們自己團的這些小孩 大部分都是從小帶參加到現在嘛 對 社區團的好處 對對社區團幾乎 所以你們應該都很了解自己團的小孩 差不多 那你們個人會不會對他們這個職場上有一些鼓勵 因為畢竟最後他們還是要出社會嘛 要越有能力他們才越有機會能夠回來反撲嘛 就所謂的職場跟他們 就是鼓勵他們找個就職啦 找個本身的機能到社會上去 有沒有特別幫他們做一些職場的規劃或是一些 因為之前會有一些 有時候會邀請不同領域的人來幫他們專家來演講一下 跟他們一些要進入職場之前的一個介紹這樣 嗯嗯 好 這兩位台長講一下你們個人參加這麼多年的心得 這個童軍棟對你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對不對 對 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不可缺的一個活動 對 變成說 因為幾乎全家都在童軍領域裡面 嗯 所以變成我們也是希望說 把我們的經歷把我們的經驗 一代傳承一代 嗯 讓我們的孩子跟青少年能夠有一個 全方位的不同的活動 對 讓他們能夠盡一份自己的能力 為國家盡一個一己之力這樣子 嗯 那黃灘這樣 那我是比較熱衷於國際活動 嗯 國愛交流 大概將近這30年來幾乎每一屆的亞太區會議我都會參與 嗯 跟世界會議 所以跟國際交流比較多 嗯 那國際交流他們關注的議題這幾年有變化嗎 有 現在大家都很注意青少年的問題 嗯 嗯 早期是一些環境議題這樣子 對環境 最近是環保 很重視環保 對 一些海洋垃圾什麼的 嗯 大家都重視這些 嗯 那博振團長你參加國際交流的話 你會不會把這些資訊帶回來 給一些團內的青少年 鼓勵他們去關注相關的 有啦 也是常常在 比如在總衛我也負責國際活動嘛 所以也鼓勵他們出去 嗯 嗯 最後兩位對我們這個台灣的同軍運動 有沒有一些個人的建議 或是有一些個人的觀察 因為大家都面臨少子化的問題 好像每個社區都能變少 對 變少之後怎麼辦 這個也沒有辦法 這個是 這是一個趨勢 這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都能一樣 對 那我就開會 大家也在談這個問題 尤其是像日本 早期有 全國有四十幾萬同軍參加人員 現在到十九萬而已 哇掉了 所以減少很多了 所以日本也是很 我們盡量再鼓勵小孩子 也沒有辦法 這少子的話 大家都沒有辦法阻擋 嗯 可是你們個人有沒有覺得 要去一個團 怎樣來發展各級 自己團的一些 比較強烈的風格跟特色 去吸引青少年參加 要不然變成 大家如果特色不明顯的話 小朋友或許參加意願不高 對 我們也是一直希望說 我們的活動 我們一直跟我們的團長講 活動要活潑多變化 不要 因為以前大家都認為 童軍就是一種很自視的 很嚴肅的活動 我們希望說能夠活潑化 讓吸引小孩子興趣 其實我觀察這幾年 或是訪問很多小朋友 我發現他們大概國中很熱衷 到了高中之後 他們就不太想參加 因為他就除了升學的壓力 另外就是或許他覺得說那一套 他已經習慣了 就是大概露營啊 什麼生活工程啊 技能就是這樣 到了這個高中大學 他就脫離 他去自己找他自己 那一套的一個社團模式 對 那可能別的社團模式 他們沒有這些童軍限制 對 我們沒有諾言規律 對 他們玩起來會更瘋 所以他們好像就是脫離了 真的很可惜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團長 為大家介紹的 陳新開放同學 謝謝 選團長好 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 是這個陸秀貞 他目前是服務員 大家好 嗯 你們兩位先介紹 你個人參加傳新 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到現在吧 我是2007年的時候 因為隨著孩子 在傳新童軍團 一個是在小狼 一個在狼寶寶 開始 我們就後來就 志願當服務員 從那時候開始參加 傳新童軍團 嗯嗯 那陸團長一樣 你們是一起嗎 我比較晚 我一開始只是陪著孩子 然後慢慢的就是到2011年的時候 因為傳新團那時候要慶祝20周年團慶 會邀請一些日本的來賓 那需要一些會日文的人來做溝通 所以那時候我就硬著頭皮 然後就加入來幫忙 那一直到現在 你日語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嗎 呃 不是我以前大學是日文系 哦 日文系 對 不過因為我其實已經就 工作上都不會用到日文 那是為了傳新他們 呃 需要就是 因為他們有很多日本的友好的友團的交流 對 然後需要有人來做溝通 那我就 從事大概二三十年沒有碰的日文 這樣子 有重新再翻過嗎 複習 一定要 嗯 而且蠻好的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嗯 我們的友團 群馬縣的聯盟 那個有一位江源理事長 他人非常好 那我寫的日文他都會幫我更正 嗯 所以我就從他們 就從日本的朋友那邊 會再學到一些比較正確的日文 哦 所以你邊交流還邊複習就對 對 邊學習 哦那時候吳老坑你有去嗎 有 哦對啊我那時候記得我有訪問好像有位幫我翻譯就是 就是我對 對我那時候就印象說你是因為大學念日文系後來才這個被推上來 對 對那時候是你們幾周年了 25 吳老坑那次不是 吳老坑是 2014年 所以到23年的時候 20周年的時候是2011年 嗯 20周年團庆是2011年 哦那時候吳老坑是你們國際大露營 對 23周年的時候 對每年都有一個國際大露營對不對 應該說是親子營 嗯 但是那一年有擴大舉辦也邀請國際友人來參加 嗯 所以那一年其實還蠻多日本友人來了嘛 對 而且還有混進去邊入小隊嘛 對 嗯嗯嗯嗯 所以那一年日本人應該來來來來多少青少年 嗯嗯 應該十幾位有 不只 因為我看到你們 對每個小隊你們都會分一到兩個嘛 對 至少兩個 大概有三十幾位 嗯嗯嗯 群馬縣跟石川縣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這一次的一個交流活動 嗯 這個70周年團庆他邀請你們去 所以你們去就純粹一天參加他們的疑點就對了 對 那他們大概有哪一些怎麼進行 呃 在 早上的 將近9點9點多鐘開始做報到的動作 那 主要的來賓呢 大部分是石川縣各個分團 各個團的領導人都到 嗯 那另外也邀請了幾個其他縣的縣聯盟的理事長 副理事長來參加 對 還有總會的 常務理事也是也有到了 另外就是政界的一些人士包括聯盟長 嗯 古本 古本 古本政縣先生 另外就是國會議員兩位眾議員 金澤的市長 足州市的市長還有縣議員 一些政界的人士也到 哇他們這麼重視 對非常做得非常大 大概有 習慣大概有15桌左右 我們台灣團結很少看到政治人物參加 對 因為日本來講他們每個縣的聯盟聯盟長 就是他們的知識 縣的知識也就是所謂的縣長 對 所以 等於說是官方這邊是有蠻大的支援 所以是這個縣他一定要參加聯盟嗎 還是他可以自由參加 或是他 一定要 一定要參加 他們的制度上 比我們要 比我們台灣的同軍體系上 更要嚴謹多了 對 好 然後這9點這個很多報道之後 他們有 10點鐘就是由聯盟長正式開始致辭 也談了他們未來從歷史未來展望 大概也帶到了去年他們辦 17次日本全國大陸營的成果非常豐碩 他們主辦 他們主辦 整個聯盟主辦 聯盟成辦 應該說成辦 所以也帶到足州市的市長 他也給予很大的支持 這個場地上面 還有一些協調工作 所以包括軍方的協調 所以整個活動就辦得非常成功 所以他們也 像聯盟長他是非常有志氣 說希望他們要爭取2026年 在東京之後的下一次的全國大陸營 所以他們就以這個為目標 再鼓勵自己吧 日本的全國大陸營他們想成辦就對 成辦下一次 事實上株洲已經成辦過兩次了 對 他們希望把株洲的營地變成全日本主要的同軍的陸營營地 對 他覺得那邊是有自然環境 他們覺得東京是這個城市裡頭根本沒有什麼綠地 沒有自然 這怎麼是同軍的活動呢 怎麼是同軍的大陸營呢 對 所以他們有更優質的這個天然環境 因為他們有靠海邊有山 對有水 是是是 好然後這個你們有帶小朋友去交流嗎 有 有 有 然後那天團結 這一次嗎 這七十週年沒有 對七十週年沒有 純粹就是你們團長過去 對 對 這個致辭之後結束之後有進行一些參訪嗎 當然整個疑點上頭有跟介紹 也請我們的創辦人黃柏正 團務委員 團務委員 也致辭了 代表我們做致辭 那之後呢 那就是整個參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還有頒獎 還有頒獎 互相自證紀念品 對 你們自己也有多帶一些行程做一些另外的參訪行動 這一次嗎 對 這一次 你們這一次總共去幾天 三天兩夜 對 對 有一點匆忙 那主要的就是他們的就是疑點部分 所以第二天是他們重要的疑點 對 那第三天我們就做在市區簡單的去看了一個寺廟 就這樣子 還有去一個他們的七里賓 對 七里賓 還有一個廟城市 喔 所以你們純粹就是為了參加那個團慶而去的 並沒有安排比較長的時間做一些觀光 沒有 對方其實他們發邀請來函來給我們就是說 10月19號到10月21號三天的時間 那就是20號是正式的疑點餐 就是 那因為第一天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喔 所以就是第二天就是疑點 疑點 然後第三天早上就是帶我們去做一個觀光 那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就搭飛機回來 喔這樣講等於兩個整天而已嘛 嗯對不對 就是一天的疑點 一天的這個觀光而已 對 嗯 其實童軍很少就是這種情誼其實蠻多的 就是說那種為了去參加一個疑點這樣子來回 可能一天兩天這樣 可是就為了去參加他們的一個團慶 我相信日本的友團也會這樣子來對不對 對像我們20週年的時候他們也是就是專程過來 嗯 大概就是也是大概三天兩夜這樣子來參加我們的疑點 OK 講一下你們個人這個參加童軍自己小孩的部分 都是傳心團的嗎 對 一直到現在都有離開嗎 嗯 後來小孩子高中之後其實參與的時間就比較少了 畢竟課業上的那個比較忙 對 所以小孩子像我女兒的話她是從幼稚園 嗯 大班 對 一直開始 一直到她升上高中之後 她現在就比較少生了 現在大學 現在大學的話就更 可能他們其他的活動更多了 嗯 就童軍這一塊就比較沒有時間了 就有更多選擇就對了 對 有些高中的社團 對 嗯 還有讀考試啊這些的 而且好像蠻多小朋友這個從小參加之後 到了這個大學之後就想要換點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對對 嗯 我們感覺上也是這樣子 對 要不然有時候童軍的這個活動 其實 對他們從小參加的小朋友來講 其實久了之後都會有點類似 而且好像到了這個 她如果拼完國花之後到了大學好像就會鬆掉了 很多蠻多是高中很拼的 就是鼓勵已經拼完做完國花之後再回來做服務 反埔 對 因為他們可以有更多學學經驗歷程可以分享給學弟學美 嗯 我覺得這有點困難是很多他們讀的學校可能就外線是 對 就為了一個禮拜天服務回來根本 對 會比較困難 對在北部會好一點 但是像我們團的話就是 就是暑假都會有一個親子大露營 那這些孩子們他們有時候就是為了要來服務 他們可能很久已經沒有來參加 也跟老朋友重聚 團集會了 然後就為了來服務 他們可能就會一起來參與 所以等於一年有一次他們自己的同學會就對了 畢竟他們都從小 對 那種情感好像比較特別 對尤其他們就是說 你去我也要去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一個連鎖的效應 群聚效應 對對對 這種感覺一般的這個大學生很難體會 有時候說 你暑假會犧牲你的打工 卻要回去服務個這個三天四天這樣子 一般的這個如果沒有從小參加的同軍很難理解 對 那種特別堅強的革命情感 對 我們都說就是像你們男生當兵一樣一起睡過的 這種情感特別強 對對對 那你們個人有沒有 這麼多年來有沒有一些同軍的一些影響到你們家庭的一些 會不會用同軍的語言來溝通 小朋友小一點的時候 比如說在國小或到國中的幾段 希望他們從同軍團學到的東西可以應用在生活上 像我們家哥哥他是對於煮菜 煮東西吃會有興趣 會有興趣一點 對 那現在他們就自由發展 對 原則上是自由發展了 因為兒子也已經在工作了 所以工作好像就要先打拼個幾年 才有可能再回來 一般像我們都是變成家長才回來的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狀態之下 其實好像你的這個重心幾乎都是在職場上 其實孩子到了一個年齡之後 真的會比較困難 比如說像我們團裡面有很多 以前很熱衷或很優秀 但是他們畢業之後必須要工作 然後可能也要有新的家庭要付出 所以就會比較更困難說 再投入同軍這一塊活動 不過回頭來看這個 當你有小孩之後 你就會發現小孩的成長非常快 你要把握黃金的這個 國小到國中這個階段陪伴他 等到高中之後他幾乎就已經快要獨立了 沒錯 就很難有這個親子共處的時間對不對 他的高中社團生活就很豐富 所以我們現在也蠻期待說 所以我們現在也蠻期待說 我們那種比較創團的那一代的孩子 他們孩子也到了國小的階段之後 是不是可以再把他們帶回來 因為小孩他又回來服務就對了 對 我們也是蠻期待的 所以28年也差不多 如果說他那時候是青少年的話 他現在有30幾歲了 現在都在成家立業的階段 所以他小孩差不多也到國小階段了 對差不多了 可是好像有一些還沒有那麼早結婚 對 結婚的比較晚 因為現在不是像以前的早婚 對 好 非常謝謝兩位 第一位是邵助使邵團長 邵團長好 新民主持人你好 那第二位是許松元團長 對 主持人好 那許團長呢 我們第一次訪問 所以我們先從許團長開始 你先講你個人當初從什麼時候開始參加傳新 正確來講我忘記了 我們是去釜山農場的那時候宣事 之前也有參加 那時候是哪一年 81年左右 我記得81年 創團長早一點 差不到半年 所以你那時候參加也是陪著小朋友 陪著小朋友 對 那時候小孩多大 五年級 嗯 嗯 那28年到現在成家了嗎 那你成家了 還沒有 好 那邵團長你呢 你是第一批對不對 我是創團的時候就進來了 那時候是什麼原因 也是小孩子 在一個我們在一個上課的一個機緣當中 剛好旁邊那個大家一起上課的一位曾團長 那也是創團的 當時跟我們黃坡正創團的團長在一起 他就說我們剛好要創一個同軍團 你要不要帶小孩子來一起來參加活動 我說好啊 所以就跟著小孩子就進去活動了 玩一玩玩一玩就小孩子玩了 以後就我們就一起加入了 就參加到現在 是 所以你們一開始對同軍都沒有概念嗎 沒有 我有 其實我國中就參加 你個人早期有 早期 那時候國中參加一次大陸營 風原大陸營 有一個颱風 當晚撤隊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一部計程車塞了快要20個人 小朋友很可怕 就是緊急撤隊對不對 緊急撤隊 臨時通知了 那後來你們撤隊到哪裡 就送回家颱風來 就取消了 就取消了 他也沒有 之前的可能聯繫的不夠好 臨時做到山上的臨時去 就是撤銷掉 是全部的人都 全部都撤掉 不可能颱風來 因為在風雲 風雲那個 風雲的 一個好像 我記得如果沒有說是風雲球場 那個地方 證券location我忘記了 是 那時候會不會遺憾到現在 等於你生的第一個大陸營 那後來也沒辦法 因為後來也沒辦法 那後來沒有再補辦嗎 沒有沒有 就這樣不了了之 因為就是全國大陸也沒有再補辦 很難補辦 很難補辦 所以你等於第一天到就取消了 對 那滿慘的 你讓我回想到以前的童心的 有 我有這種 那種 surprise 那種 很難想像幾個人擠在 那個個子小 一部車擠到十來個 很可怕的事 然後那時候那個車是計程車 就趕快叫來 叫進行車來趕快撤退 那個比參加幾天之後 遇到颱風還慘 至少你前面幾天還玩到對不對 對 而且你們一定為了大陸營 準備了很多東西 完全都用不到 是 所以你們團有沒有補償你們再辦個大陸營 給你們自己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參加是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那時候你是算同軍社團嗎 那時候國中 沒有是老師叫我們去的 那時候沒有什麼社團 你記得哪一年 我記得 真的很講 反正就是 某一次的全國大陸 對 大概五十多年的時候 是是是 好 那少爸你是 後來變家長之後才參與嗎 因為帶小孩子去參加 後來小孩子去了 慢慢就覺得還不錯 我就加入這個傳音團 就變成大人 就變成跟團長 當時就創團的會議 可是二十幾年前 你應該還在職場 你那時候怎麼在職場上 跟服務去做一個平衡呢 我那時候覺得說 這是一個社會團體 就說小孩子可以加入 那我自己也可以學習 那麼利用這個辦公的時間 其實我那時候還在上班 還是這個青年青壯年時期 壯年時期 所以就說覺得這個大家在一起 跟小孩子在一起年輕嘛 所以參加小孩子的活動也很年輕 就是活潑 就說蠻有興趣 就這樣一直加入 一直加入以後 就慢慢慢慢從活動中學習 這樣子 大家好像我們跟雙雲團長 我們都將近三十年的好朋友 就大家在一起 我們都同業 尤其是同業 住在很近 做什麼 我是外商銀行 那他是本地銀行 所以你們假日比較不會有衝突就對 銀行幾乎都正常上下班 就是大家同業 大家交流 不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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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上 九點開始 又要從美國那邊上班 所以沒有 外商跟他們的生態不太一樣 你們老闆是外國人 所以有時候 跟總公司會有時差就對 所以本土銀行比較良 可是福利應該外商比較好對不對 犧牲比較多 當然待遇就比較好 我不知道 因為薩法是高官 所以你們兩個同業 可是工作還是不太一樣 我們很好 因為薩法很熱心 很熱心 因為我那時候很忙的時候 小孩在接送 他就幫我 交給他 他沒有交給他 他很熱心幫我載 因為載我們 因為有時候去錄影活動 我們這個transportation很重要 我們有時候會 大家會互相幫忙 所以你們這樣自己兩個小朋友好嗎 你們自己 非常好 到現在還是嗎 應該都熟 這個名字都熟 一談起來說 大家小時候一起活動 應該都不在國內了 兩個都不在國內 都在國外發展 對我們很老了 像我們都70多歲了 小朋友都40歲左右 所以現在變成他們壯年了 讓他們自己去發展 只是可惜他們這個壯年還沒有帶著小朋友回來就對了 對 你們那時候是帶小朋友回來 其實有 剛剛你問我一個機會為什麼參加同心 我後來我想到了 我本來很忙 怎麼可能在參加同心團 那時候 老闆都在後面盯著你 你的budget 你的成績 可是後來 有一次我問我兒子說 你在同心團 你參加什麼 我不告訴你 跟你講 我不知道 我就很生氣 我說我是同心 什麼 我會 不知道 後來 少寶寶他們說 參加服務員 我說好 就下來 所以你是被小孩激勵 激勵 不跟你講 不跟我講 自己來認識一下 然後我小兒子畢業的時候 他出口前他告訴我說 爸爸我覺得很感謝你 要不是你讓我參加同心團 我覺得 沒有比這個再更好的 他很感動 他覺得做同心團 因為那時候玩在一起 尤其有薩巴他們這幾個小朋友 比如說 吃的時候在一起吃 玩在一起玩 甚至睡覺在一起睡覺 那種感覺也是不一樣的 你在有什麼困難 比如說他們 有的小朋友功課 比較沒那麼好 他們會一起去支持他 對 我看了都很感動 其實這種 好像有點像當兵的感覺 這個就好我們講 同心露營 睡在一個帳篷 都有革命情感 是啊 對啊 而且現在 男生沒有什麼機會當兵 參加同心 才能夠體會那種 男人跟男人之間的那種情感 是 而且他們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 如果他們疫情來的話 你其實也不要準備 你冰箱什麼 就自己回來吃 他們自己弄自己吃 這樣子 對 他們已經到這樣 非常熟 好像他的小兒子 也是我的小兒子 他的小兒子 大家都不會 所以這種影響應該都是正向的 就是彼此會互相這個 往好的方向去影響 因為我們團 當初在做團長的時候 有一個很嚴格的要求說 不能在小兒子面前抽菸 也不能在小兒子面前喝酒 更不要談吸毒 那時候沒有吸毒的問題 我真的還看到 人家那個大陸營那個服務員 躲在邊邊那邊抽菸 那很可憐 還是看得到 但是 他不會在你明顯的地方 躲在那邊 對 這個是一個教導 就童金規律是生活嚴型的教導 你要大陸團長做榜樣 帶給小孩子這樣 對 因為小朋友已經在那個學校 聽到太多老師說不能抽菸 可是老師自己抽菸 所以如果到這邊 團長又是不能抽菸 可是自己又抽菸 那他看到一樣 就又很難去帶領他們 是 而且我因為 我覺得在那做不錯 我小兒子也表現不錯 很多同事 都主動要求來參加童金團 被你影響進來 我不曉得 他們說哇 真的很不錯 小孩子很洛洛大方 然後什麼事他都做得很好 功課也很好 然後做人也很好 像少團長 你個人是常常帶這個國際活動 所以你們的小孩 在你們帶領的那段時間 他們對國際活動 有特別的關注 或有特別強烈的興趣嗎 你們會特別要求嗎 是 因為我們創團的時候 大概從成團十年以後 就開始慢慢走國際活動 對 那時候剛開始成團 因為大家都還不熟悉 對投共活動 運輸的制度還在摸索 同時那時候 國際交流沒像現在那麼普遍 後來我們記得那時候是 20年前那時候去參加 我們黃柏正創團人帶領到 參加這個日本全國大露營 那時候我記得是在十三屆 到日本那一次 那次是我們第一次跨出去 參加這個國際活動 後來還參加一個 一四神功的一個 日本的一個大露營 神功的一個大露營 在日本好像滿有規模的 在神功裡面 一四神功 它那個主辦團體是神功 神功有神社有同運團 所以那時候就跟著北極星團一起出去 後來我們就慢慢 因為踏出去機會多了 我們就參加日本全國大露營 那參加亞太區的大露營 參加這個世界大露營 慢慢就是這些同軍的 不管是世界的 或者亞太區的這些活動也多 我們慢慢就找一些 適合我們的時間 適合我們的這個活動的這個內容 我們找幾個主要的活動 我們就慢慢去推展 所以這幾年來我們推展的滿多的 所以去參加 那麼我們跟日本這邊 主要是這兩個縣的聯盟 我們跟它交流滿不錯的 那一個是我們這次去的 十月份的石川縣同軍聯盟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群馬縣聯盟 那麼這兩個就是我們從2010年 9年前我們開始交流到現在 所以兩個都有結盟 我們跟群馬縣的前橋第三團是姐妹團 姐妹團結盟還正式簽約 那石川縣沒有結盟 但是我們交流很頻繁 這個節目有沒有規定這個一個國家 大家只能一個團 還是很多聯盟都可以一直結盟 這個倒是沒有特別的一個限制 不過結盟還是要有實際的意義 就是要有時間交流 要交流 要不然你簽一大堆 如果沒有固定的互訪也沒有意義 對 所以我想結盟就是說 我們覺得雙方都往來覺得都還不錯 那也願意在這個同軍活動上去努力 為小孩子的這個 我想這個國際活動最主要 還是為了同軍夥伴 讓同軍夥伴能夠參與國際活動 他能了解 見識國際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視野場面 我有跟日本團的同軍夥伴交流 雖然語言不認識 比手畫腳 大家可以 可以交流在一起 我記得我們去石川縣交流 那個女生有一次 辦那個 這個這個 席便餐會 在台上流淚 抱在一起哭 他們真情流露 對 就十五天的活動 大家要席便晚會 哭在一起 我也覺得看了蠻感動 這個就是同軍夥伴 就是這麼一個短短幾天的交流 他就有這個感情存在 很熱烈 我說很好很好 所以我們去群馬縣也交流過 這個滑雪 我其實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去滑雪 這個滑雪在我們台灣 不容易推動 沒有這種天候跟這個場地 所以那次群馬縣 這個前橋地算團 他就說你們二月來 我記得是20 2012年我好像二月份 我們就有十幾個夥伴團長 四個團長帶了十幾個夥伴 就到群馬縣去滑雪 安排我們一個滑雪露營 後來我們團長 第二批我們三個團長也過去 對 那所以他也接待我們 那我們也去滑雪到山上 穿了雪衣拿了兩個雪杖 鼻子和畫腳走一走 我們怕摔倒 這一摔倒的話 骨折不得了 所以我們也是 小孩子當上是很衝 從山上衝下來 哇我們說不行不行 趕快停止 那一衝下去衝到山上 現在怎麼辦 對對對 所以小孩子玩得很快樂 我們團長也體驗一下滑雪的樂趣 我覺得這個蠻不錯 所以這種 這種所謂特別的一種同軍活動 這個我們很需要 人家有安排這樣的 哇我們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自己辦親子露營 我們在吳老坑 在明道大學 辦三天兩夜親子露營 我們也邀請他們過來 他們也很高興 所以有一次在吳老坑 他們光四川縣就三十多位 三十幾個來 團長加夥伴三十幾個來 所以我們 那年我們在吳老坑 我記得你有去 我一個人睡一點帳篷 吳老坑你有去睡帳篷 第一次我們認識 所以那次370個人 370多個人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是說 邀請他們來 他們也很樂意 其實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讓我們的孩子 跟國外的孩子 那年我記得日本來 香港也來 後來我們到明道大學 還接待這個 台東來的 新住民的一個社會團體 那我們就是做公益活動 我們接待他們 邀請他們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是為了孩子 那來來去去日本來 我們去日本 不管露營活動 不管滑雪活動 像這一次這個 這個參加70週年活動 都是各種不同的方式的活動 交流 那其實將來 為了將來有更長長久久 我們的交流 為了小孩子的活動 這樣 其實目的為了小孩子 是 許團長你個人 國際活動 有沒有特別 有有參加一點 我其實 我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老闆就公開跟大家 說他的主業是工作 銀行工作 副業是同勤 你們老闆 我們來 而且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 參加同勤團 我要report上去 到我的Headcore的 經過亞洲區 這個到領域地區 就是說 我還有再參與這個 這個同勤團的工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report 那要上去 對 還要告訴你們 你們得到薪水 天曉得 我一毛錢都沒到薪水 要告知他們 要告知 他們不懂 不了解 可是外國應該對同勤 不是 他說你的工作 怎麼還有時間 可以做同勤 可是我們必須report 因為我有時候不在的話 你必須要report 你同時 你有參加什麼活動 要告知 連薪水 拿你的benefit 有多少都要講 其實後來我老闆對我很好 因為 因為我做同勤團 而且我們以前 我叫 現在叫職工福利委員會 那benefit 我要幫他做計劃 做plan 這些都是同勤團的工作 我就把他 一五一十的把他搬上去 套上去 他們覺得還不錯 同勤的學到的東西 套用在你職場上 我說 這福委會的這個budget 所以說他覺得說 我們同勤 而且再加上他們對同勤的認識 應該比我們多 所以他覺得ok 但是你不告訴他們 你就有問題了 他就會懷疑猜忌就對 也不是猜忌 那你本來應該告訴 為什麼你不告訴他們這樣 外商管的比較多 所以邵團長 你那時候在本土銀行 就沒這個問題 我跟主持人報告 剛剛許團長講說 他這個同勤的活動 要跟老闆報告 我還聽過他講 我們2007年去英國 參加這個百週年 世界同勤大陸營 他為了參加這個 世界同勤大陸營 他退休了 退休了 有差幾年 有差 不是 這個timing就是 因為我為了 因為一百週年在英國 大陸營 我一定要參加 我是同勤團 可是問題是 我的工作 當我要一個月不在 沒有人接的 他說你要找三個人 才能接得到你的工作 所以後來我說 那我就提早退休 我要給你這個半年的時間 我們找人來 他說OK 他本來說要找香港調人來 因為我們是台灣 只有一個branch而已 他們很多 我們只有一個人手不夠 所以必須要從外面調過來 外商都是盡盡計較 你的工作做什麼 你一個都很 所以那時候一個月不在 就很難找到帶領 所以之後我就講 他2007 我2007我也參加 之後輪到我了 2015年在日本 這個23件世界大陸營 你也知道世界大陸營報名 是一年前就要報名 我那時候就填報名表 填了以後就要開始繳費了 繳費的時候我就向行李申請說 我2015年之後我要請多少假 我先把假單遞上去了 他說你是隔年的假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要先給你報備 你準了我才能去 不然我繳了費 我隔年請假 你不準我怎麼辦呢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為了 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你如果不能請假 我只好辦退休 所以後來就是2015年 後來也準了假來 公司也沒有什麼意見 就準了假 你看我們一出去就是 2007年出去21天 在日本是比較近 但是來回也要15、6天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是為了這個活動 請了一個長假 這次去美國 今年去美國 也是來回21天 你說對上班人來講 是很辛苦 如果老師是暑假是還好 我們上班人 平常是21天假 你說這個怎麼拿到這個假 所以參加到之後 已經義無反顧就對了 沒有就退休了 退休了 已經不用考慮職場了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大陸 是我們同情的一個夢 夢想 你再怎麼樣都要 尤其英國那一百多人 再怎麼樣都要過去的這樣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